大家晚上好 下面我们来完成Windows 10 鼠标的设立 首先我们从开始的菜单进来 找到控制面吧 找到硬件和声音 好 打开硬件和声音 找到鼠标 点开鼠标 OK 在指针悬向最下面 当按Ctrl键时显示指针位置 挑起来 然后把指针放在桌面 按Ctrl键 OK 至于这种效果 紧接着我们看上面一个内容 显示指针轨迹 把它挑起来 OK 这时候指针 所经过的地方就留下了轨迹 完成这个设定以后 我们看指针悬向旁边的指针 标准指针是白色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改变鼠标指针的颜色 首先我们把它改为黑色 要按确定以后才能改过来 OK 现在鼠标指针的颜色变成黑色了 OK 接着还是从鼠标进来 鼠标指针进来 好 下面一个是 缓转黑色 缓转大又是什么意思 好 确定以后我们看一下 在黑色背景 鼠标指针呈白色 在白色背景下 鼠标指针呈黑色 然后鼠标指针会根据不同背景而改变颜色 好 希望大家都设定好自己的鼠标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